歌手杰师姐对华晨宇施着摸头杀,华晨宇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歌手第十一期节目,毫无悬念,第一名和第二名又在杰师姐和华晨宇两人中间产生 洪涛在宣布排名的时候,也惯常套路了一下,让大家猜猜他们谁是冠军,顺便打打矿泉水广告 这时,华晨宇很谦量地双手指向了杰师姐,而杰师姐则超级宠溺地对华晨宇施着摸头杀 最关键的是,华晨宇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瞧,正如上途这样,杰师姐摸着华晨宇的头,华晨宇露出了享受的表情 这感觉就像是弟弟做了一件对待事,姐姐摸摸弟弟的头已是鼓励,姐弟两人都是一副幸福的模样 杰师姐1988年出生,华晨宇1990年出生,从年龄看,两人如果真的是姐弟,一定会是那种关系非常要好的姐弟 因为两人年龄相差不多,所处的成长阶段相当,不管快乐或烦恼,也都相近,可以畅所欲言,可以相互体贴 事实上,两人在歌手节目里也确实像是一对戒弟 这部《摸头杀》之后,杰师姐又跟华晨宇玩起了电眼杀 两人瞬间变成小朋友,玩起了过家家的幼稚游戏 也难得两人国籍不同,语言不通,还能这么玩得来 这也多亏了两人年龄相仿,也是一种强者之间惺惺相惜的体现吧 你觉得杰师姐和华晨宇像姐弟吗?你想不想摸摸华晨宇的头? 家人 are 现在这样的天使用 要有50点就是做这样的练习 跟你们龙胸宇大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